現在我們來了黃埔的德文街 去吃這間韓國料理 看看好不好吃 我姐姐已經進去叫食物了 試試這間韓國BBQ好不好吃 先進去 就是這麼多座位 可以燒東西 這些是燒的 而且你的手袋可以放在椅子下面 椅子下面可以放在手袋 就是這樣 現在這就是前菜 試一下前菜的味道 每樣夾點試試給大家看 泡菜 這個青瓜 青瓜 紅蘿蔔 洋蔥 好 還有這個就是甜 應該是甜薯仔 好 之後呢 這個就是芽菜 好芝麻的 應該灑芝麻就比較好吃 這個芽菜 這個芽菜應該不辣 給你們吃 小朋友 來 試一下 來 試一下 用芽菜 用芽菜 好 試一下 我現在試一下 好不好吃 現在試一下這個 試一下不辣 好香芽菜 好香芽菜 這個芽菜 大豆芽 好香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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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試一下這個青瓜 好香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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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香芽菜 乾淨 各級香芽菜 好香芽菜 味道很濃 泡菜味道很入味 很清淡 泡菜豆腐海鮮鍋 一個飯 這個餐是泡菜豆腐海鮮鍋 泡菜豆腐海鮮鍋 泡菜豆腐海鮮鍋 有些脆肉瓜 魚圓 豆腐海鮮 有隻蛋 滑豆腐 有些蜆 有幾隻蜆 有脆肉瓜 有魷魚 有海鮮 好不好 多少錢 放在鏡頭畫面 分裝 試試 這個水冷麵 他們吃不吃 可以的 有些什麼 水冷麵有隻雞蛋 有片白蘿蔔 有些青瓜 有些紅蘿蔔 紅色的 這個麵好像挺棒 好 試試 粉絲牛肉 這個湯 又來了 夾一下先 這個適合小朋友吃的 不辣的 有沒有筷子給我 只有一個 這個辣 不想加入 牛肉粉絲 有些湯 有些洋蔥 有些洋蔥 又來了這個牛肉粉 這個 反而是配冷麵 這個冷麵 有得配這個牛肉 這個是一套的 那會不會貴 好像很大的粉 這個粉絲 有些金菇 有些椰菜 椰菜 洋蔥粉 好嘗試好不好吃 很棒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 豬肉還是牛肉 豬肉還是牛肉 豬肉 太多東西了 很多東西吃 現在每樣試給大家看 OK 好 現在試一下海鮮 這個我未吃過 多一點湯 海鮮豆腐 這個湯不是很濃 比較清淡 清淡一點 魷魚也新鮮 豆腐也很滑 嗯 這個也可以 不是很辣 有些蝦 很小的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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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牛肉 可以 好吃 我是和牛肉 這個配料很甜 甜甜的 這個好吃 這個比豆腐海鮮更好吃 這個味道比較甜 這個推薦 可以點這個 現在這個冷麵 先試一下 這個很好吃 蛋麵是配牛肉的 拍給大家看是誰 這個 已經吃完了 配飯 這個加進去 一起吃 試一下冷麵 酸酸的 太久沒吃了 很燙 因為有加醋 或加雞辣 雞辣和醋 加湯 這是什麼湯底 這個 用湯去攪拌到 變冰 這個湯很好 可以吃 挺有趣 酸酸 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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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這個就是普通人家做的 蘿蔔清湯喝什麼 清清的 嘗嘗那個雜感 有牛肉、豬肉、雞肉 這個要不要 應該吃這個 雞肉 多滑多軟 這個也不錯 豬肉 剛才吃了很多牛肉都不錯 豬肉也軟 這個也好吃 不過是那個辣豆腸 不夠鮮 不夠味 不夠味 其他全部都可以 可以叫 我會推介 我會推介那個牛肉粉絲鍋 還有這個雜感這個都可以 還有那個冷麵 我覺得好吃 特別一點 冷麵 其他地方其他餐廳沒有 那可以 必吃那個冷麵 好吃 好吃 今天介紹這麼多了 有誰想上鏡呢 現在Panel的鏡頭 哈哈 沒有人想上鏡 我好傻 表哥仔是不是表哥仔想上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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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和大家吃其他東西 我們剛剛吃完這個韓曲BBQ 對面有一間是賣韓國的外賣食 現在進去看看 進去看看有什麼食物呢 進去看看有什麼食物 有這些 醃魷魚 白爪魚 堅果魚仔 辣椒炒魚仔 辣椒魷魚仔 辣椒魷魚仔 還有這些是什麼 炒魚片 你喜歡的魚片 這些是牛磅 牛磅 拍不到那些倒汗水遮住了 哦 蓮藕 野芝麻蓮藕 這個辣蘿蔔 蔥泡菜 這些 醃白蘿蔔 這些辣 有些大豆芽 就是買這些小食 雞蛋 還有這些 還有這些很棒 還有這些卷 這些卷 哪裏有豬手啊 哦 是的 有豬手 好吃 這些豬手 如果你們來幫忙 這個就是豬手 韓式豬手 這樣 韓式炒粉絲 你們要吃豬手 好 走 黃布很多東西吃 下次試第二間 這間呢 這間雲一 剛才我們吃韓國菜之前都安排到 現在都安排到吃什麼 是不是吃拉麵啊 日本拉麵的 下次要試一下 裡面是小小間店 這些是日本式的 這是小小的 OK 下次試這間 雲一 我叫 這裏就是德文街 這裏是深井陳記燒鵝 它有個雞煲 好像 這個一品雞煲 人家都說好吃 我以前吃過一次 這條街都很多東西吃 哇 原來這裏有很多韓國菜 原來這裏 韓國 對啦 有印度菜 是不是呢 有一間 泰國美食 泰國菜 那 有日本菜 很多東西 大哥 在這裏住都真是 天天下街吃 不知吃多久才吃得完 這裏的食肆 早五晚 我們今天吃完韓國的午餐 下次吃第二間 生日子 舊 1 2 1 1 2 1 2 1 1 2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